眼巡看了倒在血泊之中的林竹青一眼 虽然不爽 但夜沉本就不是他的主要目标 他之所以要追杀两人 为的是那祭司血脉中的悬月真火气息 夜沉靠着悬艳吞噬了悬月真火 可与夜沉交手过后 眼巡便很清楚 不论用何等方法 自己都是无法得到那悬艳的 下一刻 眼巡身形一动 落在了深渊的底部 一伸手便将地上的林竹青抓了起来 就要离开这深渊 找个安全的地方 提取林竹青血脉中的悬月真火气息 可当他抓起林竹青的瞬间 那金色眼眸却是骤然收缩 只见林竹青的身下 竟是隐藏着一个小洞 此刻小洞之中 站着一名浑身染血的青年 正对着他 露出一个邪意的笑容 而青年的指尖处 浮现了一道道印 道印之中 毁灭气息激荡 瞬间化作了一道黑光 朝着他的眉心积涉而来 这青年自然正是夜沉 此刻夜沉凝视着眼巡 只说了四个字 以我轮回之血为名 以玄寒玉之道为名 灭绝神光 在这极近的距离之下 即便是眼巡也根本来不及闪躲 只是那黑光亮起的同时 便已经洞穿了眼巡的大腿 时间在这一刻仿若静止 下一个瞬间 一声惨叫撕裂了黑暗之中的沉寂 眼巡抱着大腿 飞快地后退着 鲜血疯狂从他伤口之中流出 而被他抓在手中仿若重伤的林竹青 也缓缓睁开了双眼 冷冷地看了眼巡一眼 便从他的手中挣脱 林竹青虽然带着伤势 但远没有眼巡想象之中的严重 夜沉目光闪烁地看着暴退的眼巡 他凝成毁灭道印之后 便感受到灭绝神光的破坏力 已经发生了质变 如今的灭绝神光 即便在对方施展了自在天的情况下 也足以秒杀一般的乾坤境初期存在了 而面对如此强者 燃烧轮回之血 再加上玄寒玉的力量 夜沉也有信心初期不意之下 令对方重伤 可这眼巡中了自己这一道灭绝神光 虽然看似极为痛苦 气息忽高忽低 但他的伤势却算不上多重 这高等真魔的生命力之强 还在夜沉的预料之上 恐怕只要一炷香的时间 眼巡便能够完全恢复 眼巡捂着眉心 筋谋之中满是惊怒之色 全力运转着体内的魔气 手臂上的黑环 金色符纹狂闪 压制着那在伤口中狂涌的毁灭道运 刚才那一瞬间 眼巡竟是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若非这小子的毁灭道印还只是第一重境界 方才那一击真有可能将自己灭杀的 道印一共分为九重境界 每一重境界的道印威力都是天壤之别 境界越高威力越强 传说之中将道印修炼到九重境界 便可以真正触及到那万道十元 无论何种神道 将其道印修炼到九重境界 都将拥有逆天至极的力量 眼巡被称为真魔一族之中 万古难见的天才 也只不过是将力之道的道印 修炼到了二重境而已 但即便是这二重境道印所蕴含的力量 其微能也已经能与夜沉一重境的 毁灭道印相提并论 要知道 毁灭神道乃是原始三道之一 能够碾压出原始三道以外 任何神道的存在 可见不同境界的道印 差别有多么的巨大 眼巡对着夜沉嘶吼道 该死的蝼蚁 你竟敢将本尊伤成这个样子 他完全想错了 夜沉不仅没有逃 竟然还暗中准备着 发动了这致命一击 站在夜沉身旁的林竹青 此刻意识美眸之中 盖着难以置信的神色看着夜沉 方才 在那一拳落下的前一刻 夜沉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前 为他挡下了眼巡的一击 他知道 夜沉不仅是为了救他 同时也算到了 林竹青所在的位置 是眼巡那权印最薄弱之处 毕竟林竹青是眼巡逃脱 这遗忘大陆的唯一希望 可不希望他在这一拳之下 直接被轰杀的 但即便如此 这一拳还是将夜沉轰得 肌肉碎裂 浑身染血 那地上的鲜血 正是夜沉的 若是这血迹被眼巡发现 那么他绝对会有所提防 所以夜沉才让林竹青 装作重伤的样子 躺在血泊之中 同时自己躲在林竹青身下 施展灭绝神光 灭绝神光的威力 虽然有所提升 但施展起来 还是需要时间的 一般情况下 根本无法击中眼巡 他抓准的 就是眼巡带走林竹青的瞬间 即便是林竹青这样的妖孽 也不由地为夜沉的战斗天赋而惊悚了 可惜的是 即便夜沉料中了一切 却也依然没有击败眼巡 双方实力差距太大 眼巡一双金毛死死盯着夜沉 他现在看起来颇为狼狈 可心中却是冷笑 夜沉流了如此多的鲜血 那血气味道 眼巡已经完全记在脑中 即便那隐形法宝再怎么遮掩 眼巡也有信心锁定夜沉的位置 他之所以故意失落 后退 是因为他现在大腿受伤 行动速度大大下降 若是主动攻击的话 有可能被对方躲闪 所以他在等 等着夜沉攻击自己 那时候 他就会抓住机会 一招将战斗结束 而若是夜沉不攻击 那更好 很快他的伤势就会完全恢复了 到时候同样是夜沉的死期 该死的人类 你以为只有你会算计吗 可就在这时 夜沉的行动 却再次出乎了眼巡的意料 只见他毫不犹豫地 抓起了林珠卿的御手 身形一个闪动 便朝着上方飞顿而去 夜沉竟是直接逃了 还是无比果断地逃了 眼巡直接傻眼了 他心中清楚 夜沉能够将一切计算到这种程度 若是想逃 在自己那一拳轰出的时候 就已经逃了 可他却没有这么做 而是选择了冒险对眼巡施展 至极一击 在眼巡看来 夜沉肯定是一个极为好战 极为自信之人 根本不可能逃跑的 可事实证明他又错了 夜沉一边朝着上空飞去 一边冷笑道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攻击你 你身为高等力膜 实力确实强悍 但脑子好像不太好用吧 眼巡闻言 面容瞬间扭曲 眼中的怒火都要化为实质了 他身形一动 便疯狂地朝着夜沉追来 可现在 他的腿伤尚未恢复 行动速度大大降低 一时间竟是无法追上夜沉 眼巡的面色极为难看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夜沉到底是如何思考的 既然要逃 又何必冒险攻击自己呢 若是有一丝一毫插错的话 夜沉此刻已经死了吧 实际上眼巡想的 大部分都没有错 只是他忘了一点 若是夜沉直接逃跑的话 那就意味着他要抛弃林珠青 两人历经凶险 从眼巡手中逃出生天 夜沉心中 已经将林珠青 当作了同伴和朋友 好气同伴 这是夜沉即便死 也绝不会做出的事情 他不算是个善人 却有自己的原则 真魔一族 修炼的是魔心 魔心遵从一己私欲 又怎么会理解夜沉的 信念和原则呢 一男一女 在一片山林之中飞驰着 在他们身后 滚滚摩威如同巨浪般地翻涌着 将无数树木山石 都化为粉碎 一道青黑色的身影 正飞快地逼近着那对男女 林珠青面色凝重地说道 夜沉 那眼巡的腿伤已经恢复了 再这样下去 要不了多久 我们便要被追上了 夜沉也是眉头紧皱 如今他被眼巡的神念 完全锁定 即便施展了弑魂倒印 也无法甩开对方了 难道到了最后 他们两人还是要死在 这魔头的手中吗 就在这时 夜沉却是猛地神色一动 下一刻 一枚灵光闪烁的玉符 出现在他的手中 林珠青与夜沉 对视一眼 都是看到了对方面上的 狂喜之色 吴老的声音 自玉符之中传出道 小子 老夫已经要到了 三个呼吸 再给我坚持三个呼吸 也就在这时 一道拳印骤然出现在 夜沉和林珠青的身后 眼巡已经追到 能够出手的位置 夜沉深吸一口气 手臂之中俱力狂勇 猛地将林珠青推了出去 而后一转身 对着那袭来的拳印 狠狠地一拳砸下 转身的同时 夜沉嘀喃道 第一个呼吸 他的拳头之上 黑光暴闪 与眼巡轰出的拳印 撞在了一处 对付眼巡 比起剑法拳法更为有效 但即便如此 这一拳 亦是将夜沉的手臂轰断 身躯倒飞 狠狠地砸在了一座小山之上 将那小山都撞成了粉碎 此刻夜沉半跪在地 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 彻底化为了一个血人 甚至连一直以来 都极为澎湃的生机 都开始迅速衰弱了下去 接连承受了眼巡数次攻击 即便是夜沉 也到达极限了 下一刻 一道魔人身影 便出现在夜沉身前 他俯视着半跪在地的夜沉 面上浮现极为快意的神色 这该死的小子 再拟天又怎样 最后还不是要死在本尊手中 如今的夜沉 已经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吧 眼巡的笑容 愈发猙獰起来 双臂之上俱力狂拥 就要再次出手 将夜沉彻底轰杀 可就在这时 夜沉却是猛地抬起了头 一张嘴吐出了一道银白火焰 眼巡面色微变 这一道火焰极为精纯 这小子死到临头 还要挣扎 不过 下一刻 他的面上便浮现了一抹讥讽之色 再精纯的火焰 也要能够打中 才有效果的 他脚步一挫 瞬间躲开了夜沉吐出的悬焰 这是第二个呼吸